2023年7月29日,游泳世锦赛即将落入尾声 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结束,中国队再夺三枚奖牌 女子50米蝶泳张宇飞 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宾杰获得银牌 打破亚洲记录,女子200米杨泳彭旭伟斋同 美国队凭借莱德基的出色表现,总算拿到第四金 排名上升两位,来到第三 女子50米蝶泳瑞典名将摄斯特伦夺金 张宇飞获得银牌,美国选手沃尔什斋同 张宇飞打破日本选手池江黎花子保持的亚洲记录 随后进行女子50米自由泳半决赛 摄斯特伦更是创造新的世界记录 张宇飞排名第三,陈玉杰排名第五 两人双双晋级下一轮,有望争夺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张宇飞拿到的是中国游泳队 在本届市警赛的首枚银牌 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宾杰不负众望 打破亚洲记录,拿到一枚银牌 莱德基夺金毫无悬念,经历多日无贯后 美国队拿到第四金 莱德基也实现800米自由泳市警赛六连贯 澳大利亚选手蒂特姆斯斋同 莱德基市警赛个人单向拿到16金 超越菲尔普斯排名历史第一 女子200米洋勇带来惊喜 彭旭伟斋同值得称赞 澳大利亚名将凯利 麦基翁夺金 美国选手雷根史密斯获得银牌 凯利 麦基翁独揽女子杨勇50米 100米 200米三观 她也成为继男子挖泳坦海洋后第二人 另外三个项目 没进决赛 男子100米迭勇 法国选手格鲁赛夺金 加拿大选手莲多获得银牌 美国选手罗斯斋同 男子50米自由勇 澳大利亚选手麦克沃伊夺金 美国选手亚历克西获得银牌 英国选手普劳德斋同 男子混合勇接力 最大短板就是蝶勇 中国队冲击金牌难度很高 男女4成100米自由勇接力 教练组血藏部分主力 结果是预赛阶段被淘汰 澳大利亚队夺金 打破世界纪录 美国队获得银牌 英国队斋同 男子水球结束 前三名是匈牙利队 希腊队 西班牙队 澳大利亚队连多三金 中国队第一领先五枚金牌 第二澳大利亚很难追 游泳市井赛排名更新 前三位一次是中国队 20金7银10铜 澳大利亚队15金7银3铜 美国队4金18银15铜 不管最后一个比赛日表现如何 美国队只能保住现在的位置 争前二枚戏